美国联准会18号宣布量化宽松 暂时不会退场 而且这个消息是激励了国际金价飙涨 18号单日大涨了54美元 收在每盎司1364美元 随后高档整理 20号又重挫了39美元 国际金价动荡 国内的金价也跟着上冲下戏 一套大约37钱的金氏套组为例 如果说差一天买进 价差竟然可以高达将近6000块钱 当天就是马上又涨了160块钱 Q1不退场 金价立刻涨 别小看黄金每钱160元的涨幅 这套重约37钱的龙凤金氏组 18号卖价18.37万元 19号涨价后飙升到18.96万元 价差高达将近6000元 20号回档整理又回到18.59万元 最近下来490048的时候 有一些人一次买个两两五两 这样子买 没有像之前一次可能会买一公斤 注意何时退场没人有把握 金价也大喜三温暖 18号宣布量化宽松 以后退场激励金价大涨54美元 收在1364美元 20号大幅回档又重挫39美元 回到每盎司1326美元 知名商品大师罗杰斯也看空短期金价 认为一到两年内可能跌到900或1000美元 1400美元上下是一个短线的压力区 但是从长线来说的话呢 今年到明年 它的压力区往上就可以调到1500到1600美元 金价多空交战 但专家提醒政策前景不明之前 投资人操作还是保守唯一 东三台新闻 陈敏方正彦龙 台北报道